Loving Family 真爱在我家 这里是佳音广播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真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这个节目是由台北基督之家 天生传播协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为您制作的 我们同时在罗东的Love Radio FM90.3 从晚上黄昏的7点05分到8点播出相同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为了防疫 大家都很努力的尽好自己的本分 戴口罩 然后保持自己最好的卫生习惯 所以我们也给自己喝喝彩 给我们的家人也鼓鼓掌 当然也为我们的国家 在负责管理这个疫情的 我们这些服务的人员 我们向他们至上最高的敬意 不论是集管局 新闻记者 或者是医护人员 我们都是向你们来致敬 谢谢你们的用心 谢谢你们维护我们的国家 那当然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喝彩吧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常全力配合政府的政策 戴口罩 请洗手 所以我们真是期盼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赶快的 能够过去 最近有减缓的现象 我们心里心存感恩 但是也不要轻忽 大家继续注意 我们保守我们自己自身的安全 就是不要忽略的戴口罩 不要忽略的勤洗手 那么在少出路公共场合 以及群聚人多的地方 那我自己都非常的小心 我只要一回家马上洗手 那做菜也是马上洗手 我只要一出门进电梯 一定是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5月呢就进到了母亲节 孝亲的季节 每次进到5月的时候 很多的店家就开始做一些促销的 母亲节的一些的礼物啦 或者活动啦 那当然不免餐厅 都是在母亲节的时候 是生意最好的 因为大家都在餐厅里面 吃一餐全家聚在一起 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 谢谢妈妈母亲节快乐 但是我也在这边提醒大家 虽然很多的餐厅在这个新冠肺炎的当中 很多餐厅都关门了 生意变得很不好了 那我们真的是也很不忍心 但是在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到餐厅去吃饭的时候 还是要特别注意每一个人的安全 餐厅的安全 饮食的安全 然后来确保这个店家也是安全的 那确保我们全部用餐都是安全的 所以祝福大家 那么母亲节到了 那我不免想要谈谈有关母亲的话题 但是我常常觉得 今天我们儿女 他会不会听话 会不会孝顺 很多时候都是取决于 我们在孩子 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 然后造成今天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年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进到五月母亲节 或者是孝亲的这个月的当中 我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 我们常常会期盼 我们孩子快长大 可是当我们孩子真的脱离了儿童期 脱离了幼儿期 进到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一种矛盾 就觉得他长大了 他有很多的地方要自主 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可是我们又不习惯放手 让他长大 所以就亲子之间的矛盾 就会产生了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到底我们青少年最不喜欢 我们父母对他说些什么话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 让他跟你的关系变成疏离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个话 当然母亲节是要我们孩子来 谢谢我们来孝顺我们 可是当然我们扮演好我们母亲的角色 我们不用特别的方法让孩子来感恩 他们自然会回报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到底青少年最讨厌父母亲 对他说些什么话 或者是我们怎么做会踩到他的地雷 我想这是做母亲 当他们要步入成年的时候 我们应该了解的 免得他们还没有进入成年的时候 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破坏了 我们跟他在儿童期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先喘口气 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继续下面的节目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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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嘉英国电台 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Loving Family 珍爱在我家 我是金培文 今天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 来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常觉得 我们的孩子 在儿童期之前 是跟父母无话不谈的 回到家里就滋滋喳喳 讲了很多有关 他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或者他的想法 那为什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他都不太想讲 一回家就关了房门 去跟他的朋友聊天 上网或者是line 用那种社群的媒体 跟家人以外的人聊天 却不想要跟父母聊天 那很多的父母会跟我说 奇怪以前我这个无话不聊的孩子 怎么现在突然变成哑巴了吗 或者是什么事都不想跟父母亲讲话吗 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呢 那我常常觉得是 有的时候是我们父母亲 好像不太愿意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你的孩子已经逐渐长大了 他到了teenage的时候 他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他开始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观念 如果我们还把它当作是 儿童什么事都不懂 他一开口发表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你都不懂 你这个是不对的 然后怎样怎样 就开始我们长篇的大论去教训他 那如果常常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你的孩子就不愿意再跟你多说 因为他只要一开口 你就是讲一篇大道理嘛 所以呢 你知道青少年的孩子最生气的一件事 这是排行榜 这是有人去探访 很多很多的青少年所总结的 所以第一个排行榜 就是父母不听我们说的话 注意了 那个最大的排行榜 孩子们觉得最挫折的是 父母根本不听我们的话 不相信我们的话 常常孩子要跟我们说一些 他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还是永远帮他当作是一个 儿童期的什么 没有什么知识的人 但是如果你仔细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到了十三岁 十四岁之后呢 他们就会发表一些 你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会想的事情 那我自己回忆到以前 我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每次也把他们当作还是孩子 反正十几岁能懂什么 可是有一天我发现 我孩子跟我讲了一篇长篇大道理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的孩子长大了 因为他比我还懂事 他比我还知道 那特别我有提过 我是在教会做青少年的工作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我发现 青少年跟我谈一些他的想法跟概念的时候 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是他年龄中 他会了解他会知道的 我们不要忘记 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也不要忘记 现在网络媒体是非常的发达的 他们会从网络 从媒体吸收到很多过去 我们在他们年龄中 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所不知道的想法 所以孩子们一旦到这个年龄 如果我们还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让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 不让他们说他们的想法 就是不听他们 那么那个时候 他就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你要注意到 所以这是排行榜 他们常常的埋怨 就是说我的父母不肯坐下来 好好的聆听我发表我的想法 父母亲要了解 即使他的想法是不成熟的 以你的年龄 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幼稚 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子 从你的口里说出来 你应该跟他说 我好高兴你有这样的想法 我很高兴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我分享出来 妈妈这个年龄都没有像你知道这么多 我真的是以你为荣 当你常常愿意花时间聆听 不发表任何的批判式的回应的时候 你真正聆听的时候 你的孩子甚至会给你提出 他的宝贵意见 甚至当你提出你的想法的时候 不是说教的时候 他也愿意聆听 这是第一个青少年 最容易我们踩到他的地雷的 就是他发现父母亲 根本都不愿意听他发表他的意见 第二个青少年的会踩到的地雷 就是我们常常对他所讲的话 就开始产生批评 对他的同侪的朋友产生批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青少年最在乎的就是 同侪之间的友谊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 也曾经分享过这个话题 他们很在乎青少年朋友的友谊 即使他知道他所交的这个朋友 有一些怪毛怪病 会有一些不正当的行为 但是因着他讲义气 所以他仍然会跟这样子的朋友在一起 所以当你在孩子面前批评他的朋友 虽然他知道他的朋友 在某方面真的是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你如果批评他的朋友 就是踩到他的地雷 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什么样 他不需要我们父母去批评他 所以如果你常常这样 他就不会带朋友到加密来了 我讲我一个失败的经验 当我孩子好像是国中的时候 国一的时候 我们附近邻居 有一个他很好的朋友 常常喜欢到我们家来玩 那我也很喜欢他 他回来常常到家里 都很有礼貌的会叫你 那有一天呢 我就回到我的房间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才领的一些钱 我忘记是多少钱了 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就东早西早都找不到 我习惯性的放在哪里 我居然找不到我的钱 那我就想说 那谁可能会拿我的钱 你知道我当时本人就想 我的家孩子从来不会拿我的钱 那今天呢 我儿子的好朋友来过我家里 他是不是跑到我房间 打开我的抽屉去拿钱 当时他在的时候 并没有说 他走的时候 我就把儿子叫来说 你的同学徐某某 是不是今天有进到妈妈房间 他说没有啊 我们都知道到家里来玩 只能在我的房间跟在客厅玩 他怎么可能进到你的房间 我就说我的钱不见了 他会不会把我的钱拿走 我的孩子非常的愤怒 他说我的朋友不可能进妈妈房间 更不要说拿妈妈的钱 所以我们两个就有一点不愉快 其实我这种怀疑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怀疑我孩子的朋友 所以我的孩子也非常的愤怒 对我怀疑他的同侪 他很生气 但是事后我发现 是我自己把他藏在抽屉的边边上 被其他东西挡住 说我没有看到 所以我赶快去跟我的孩子说 对不起妈妈误会你的同学了 你的许同学 我说其实妈妈找到我的钱 是我自己没有放好 孩子就说你看吧 我就跟你说 我的同学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呢 我就学会一个教训 我信任我的孩子 我也要信任我孩子所交往的孩子 所以我不要随意的轻易的去批评 我的孩子所交的朋友 或者我也不要批评 我的孩子发表的高论 刚刚讲到我们要聆听 他即使说的一些的见解不成熟 我们也不要马上就是存了一个批判的态度 来批评他 我们就是要接纳 说哎呀 我非常欣赏你发表的意见 接纳并不表示他你同意 但是也没有必要当下马上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开始有一些争执 特别做爸爸的 非常喜欢跟做儿子 来发表高论 就是批评孩子的这个不成熟 其实在这时候 我们都要按耐我们的性质 先学会聆听他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应该以他有这样的想法 会跟你讲是为荣的 所以不要马上就是对他的 你认为不成熟的想法 加以批评 这个也是踩到他的地雷 几次以后 你看看他还会不会找你说话 还会不会在你面前来分享他的想法 他的理念 我相信绝对不会的 所以有家长来跟我说 我的孩子都不跟我说话 那可能你就要想想 是不是你也踩到他的地雷了 或许你认为你是在教导他 你在养育子女 觉得你是必然就是要教导他正确的想法 但是亲子关系 不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的 那么他整天在学校里面 可能已经跟同学相处了很久 可能有一些同侪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批评 一些争执 那么甚至有时候老师也会对 对你的孩子会有一些的批评跟建议 那么他回到家里 如果父母亲还是用这种批评的方法 以这种叫做亲事的语气来批判孩子说话的时候 你想想孩子他到哪里去发表他的意见 是有人可以接纳的 所以家里应该是最容易接纳跟体恤的孩子的一个天堂 家应该是一个充满爱跟接纳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过度的批评你的孩子 把孩子推到外面去 把孩子的嘴巴给闭了起来 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犯的错 我们听一段音乐吧 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里是嘉音广电台FM90.9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Loving Family 我是金培文 刚刚讲到我们的青少年 会开始不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对的 我们踩到他的地雷 第一个就是他们说什么话 我们都不听 我们都认为他不成熟 他发表的意见都叫他闭嘴 所以我们等于踩到他的地雷 封住他的口 第二个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常常会批评他 他的发表的高论 或批评他的朋友 批评他的身材 刚刚没有讲到 批评他的他喜欢的东西 觉得很幼稚 批评他的穿着等等 这些常常都是让我们孩子 远离我们闭上他的嘴巴的 我来分享一下 我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喜欢听一些的 所谓的摇梗音乐 流行歌曲 我自己的成长背景中 我的父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特别我的母亲 因为他学音乐 我的哥哥他也是非常爱音乐的 他们喜欢的音乐 就是古典音乐 或者是古典诗歌 所以我青少年的时候 我为了去跟我的同侪朋友 有话题 所以我也去开始听一些 西洋流行歌曲 或一些流行歌 那我在家里听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录音带的 没有CD的 或者是没有MP3的 没有网路的 所以我都是听收音机 那家里只有一个 一台收音机 大家要抢着听 所以有时候偶尔呢 我老妖嘛 第五排行舞 我可以抢到收音机 我就去听 去播到那个流行歌的电台 或者是西洋歌曲的电台 常常就会被我的哥哥责备 被我的妈妈 制止说 不要听这种迷迷之音 我的老师 我记得我的初中的老师 也是说 不要听这种迷迷之音 所以我的观念当中就觉得 听流行歌曲是迷迷之音 所以当我的孩子 青少年的时候 他的同侪都在听流行歌曲 包括现在还是成年了 他还是听这些 然后他就会放一些 非常热闹的音乐 这是在我自己原生家庭当中 是听不到这种 冰冰叮叮热闹的音乐 我也已经习惯 不习惯家里有这么吵的音乐 所以我就会制止我的孩子 说你不要听这种音乐 吵得不得了 而且这种音乐 是不入流的 让我的孩子非常的愤怒 他就说 你自己不喜欢听 你不要说不入流 你听的那些音乐 都是让我会睡着的 我们同学都喜欢听这些 但是我有点制止 加上我的信仰的背景 我觉得我的孩子 不应该是听这些 世界的歌曲 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 我发现我是错误的 其实有时候听一些 正向的流行歌曲 好听的节奏 好听的作曲家做出来 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应该学会去 听他所听的 喜欢他所喜欢的 所以我在这里 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 当你孩子真的喜欢一些音乐 是你所不喜欢的 你千万不要马上 以你的背景 跟你的笑容去批评他 否则他不可能不听 他只是背着你 因为现在有耳机 以前像我有收音机 我没有办法 全家都会听得到 可是他现在有耳机 你也不知道他在耳朵里面 听些什么 所以我们不妨 就是学习说 我好想知道一下 你喜欢什么音乐 你放给我听一听 那甚至可以跟他谈谈 他喜欢的原因 说不定他说出来的道理 你会非常的惊讶的 所以不要就马上 先入了为主的观念 批评你的孩子 才到他的地雷 第三个我要提到的 容易才到的地雷 就是我们常常把他当时候小孩子 我们会在亲朋好友 甚至一群三五朋友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孩子的糗事 说出来 你可能觉得他已经长到青少年 想他幼儿的时候 一些糗事有什么关系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说他的三五朋友 到他家里来聊天 他们就谈到小孩子小的事情 因为在他家里 他就把孩子小的时候 很可爱 觉得很有趣的照片拿出来 就有一次 他拿一张什么样的照片 拿到他正在青少年的 儿子的一张小的时候 裸体的在洗澡的照片 就是全身光溜溜的 洗澡的照片 说你看这是我们家儿子 小时候多可爱 光溜溜在洗澡 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你觉得很可爱 你觉得很好笑 你觉得他已经长大了 这是小孩子吗 那个天真无邪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他的儿子气愤的回到房间去 很努力的把门关上 他觉得给他很没有面子 虽然我已经青少年 那也是他小的时候 大概两三岁的时间 可是那人家是他 他觉得这是父母亲 让他很丢脸的事情 可是过着这个年龄 也就好了 可是青少年的时候 最在乎这样子 所以爸爸妈妈们 千万不要在其他的人的面前 亲朋好友面前提你的孩子的糗事 当着别人面 那是让他觉得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当然孩子长大了就比较OK了 孩子到成年以后再讲这个事 可能他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青少年他非常在意的 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 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在台上会讲道 或者叫老师 像我做老师 我们在台上会讲课 讲一些的讲习 讲一些的例子 当然会讲我自己的自身的例子 就像我在广播中 我会讲我孩子的一些的例子 那现在我会讲 因为他们成年人 他们无所谓了 但是在他们小的时候 我就尽量避免 不会在讲道中 或者演讲当中 去把他们的例子讲出来 特别下面的听众 有他们认识的人 我就是不讲的 即使我要做一个例子 我也会事先问我的青少年的孩子 告诉他说 我今天要去演讲 我可以把你小的时候这个例子 讲出来给他们听吗 如果他们说不愿意 我就不讲 这是尊重他们 因为孩子 青少年孩子最不喜欢 特别做牧师的 做老师的父母亲 常常就不经意把他的糗事 在广播中 在讲台上讲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自己讲一些例子 我就非常的小心 当然他们已经成年了 我曾经问过我的孩子 妈妈现在做广播 常常讲一些 你们幼儿时候 小的时候一些的事情 你们会介意吗 他说我青少年的时候很介意 但是现在没有关系了 我现在也长大了 他们自己也成年 也成家了 成家立业了 所以他们就说 没有关系 你就讲吧 甚至他的同学 他的同事听到了说 你妈妈今天有讲你 他就笑一笑一笑自知 为什么 因为他生命已经成熟了 但是青少年还没有 Not yet 所以父母亲 你不要在别人面前 亲朋好友面前 甚至当着孩子面前 来讲他的糗事 或讲他所犯的错 这也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地雷 第四个我想提到的 青少年非常注重他的隐私权 你认为他就是你的孩子 所以房间我就可以随便去乱碰 我随便去乱掏 那他的东西我可以乱翻 其实孩子在儿童期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注重他的隐私权 很多父母认为 孩子是我生我养的 他的东西都不是我买的 他房间那么乱 我要进去整理 所以我们就认为 他是我的孩子 我当然可以这样 但是父母亲要注意 孩子是上帝暂时托给你管理的 他不是你的产业 他并非你的产业 他是上帝赐给你的 在你的家里面托你管理的 托你教养他的 让他能够教养成社会一个光明磊落的 有道德的一个人 而不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要注重他的隐私权 不要随便去翻他的抽屉 翻他的书包 或者是去他的房间去掏他的东西 进他的房间的时候请敲门 很多父母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干嘛敲门 就开门出去 就完全不注重他的隐私权 所以你要从他儿童期的时候 就循序渐进的训练 你注重他的隐私权 当然幼儿很小 你必须要进他的房间去看他晚上有没有踢背 或者是等等的 某些的状况下是需要你的 但是也请养成习惯 进他的房间 请敲门 特别大的青少年的时候 不要随便掏他的书包 重货 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想要看他的书包的时候 也要征求他的同意 说我可以看你一下你的书包吗 在他同意下 你才可以翻动他的书包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抽屉里面 找一下东西吗 你要征求他的同意 如果他不同意 请你不要用你父母的权柄 就说我是你妈 我是你爸 我为什么不可以动 这是绝对是破坏你们亲子的关系 我自己孩子 自己有房间的时候 我进房间 我一定是敲门的 还有我从来不随便进他的房间 整理 即使白天他们去上学 我也不随便进他们的房间 去翻抽屉 翻他的东西 我学会尊重 我学会隐私权 所以有一次我的朋友到我家里来 他要参观我们的房间 所以我就一个一个房间打开 打开到我的孩子房间 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 孩子房间怎么这么乱 你不帮他整理一下吗 我就说对不起 我注重他的隐私权 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三四年级以后 我就不帮他们整理房间了 因为整理房间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他们自己要负责 所以房间多乱 是他们自己要负责 我不去掏 我也不去进房间去整理 他们要换床单 被套 我是直接拿一副新的放在他们的房间 告诉他说该换床单了 该换枕头套了 被套 如果他们不换 新的放在那边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都不换 我也不管 因为这是他要对自己负起的责任 所以父母千万不要 越过孩子应该学的责任的权利 以至他到了大学的时候 他还不会整理房间 他还不会换枕头 换背套 这是我们要烦心的地方 好 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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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青少年的几个地雷 那么前面讲到四个地雷 有的是经过青少年的 去访问他们 他们所说的 但是有的是我自己 跟青少年接触的时候 我自己所感受到的 那我要跟大家提的第五样地雷 也就是常常我们做父母的 会随便给我们的青少年孩子 贴标签 那青少年孩子正在成长 其实她的所有的生理 生理的这个系统 都还在成长中 还没有完全 那么有的要到二十几岁 二十出头以后 才慢慢的健全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有一些的行为 或一些想法 一些做法 是因为身体的关系 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时候 会比较容易累 会懒 我常常听到 我周围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 他从青少年就在我的旁边 一直到现在 其实都已经成年人了 他有一个口头禅 是他青少年的时候就养成 他每次看到我 他就说 金老师我好累 金老师我好累 所以每次我们打招呼 见面的一句问安话 就是说 金老师我好累 我说 他也说 就一个默契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在青少年的时候 他常常觉得他很容易累 然后上课会睡觉 其实那个课他是很喜欢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开始睡觉 那是因为生理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看 或者他有的时候就回来累了 就不想做事了 那我们家里有时候会规定一些家务事要去做 那有时候孩子真的很累 今天就不想去负担他今天要洗碗 或者是要拖地 或者收拾除烦等等的事情 有时候他会故意会拖延 故意会忘记 因为他真的是很累了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 比较严谨 我们会觉得他没有照规矩 照着我们家里排的 他今天应该是负责轮流洗碗的 他今天应该是负责拖地的 他今天应该是把衣服拿到洗衣机里去洗的 等等 那因为他今天很累 回家他想拖延一下 他吃完饭想要躺一下 或者他回到家里 想回房间自己安静一下 然后他拖延一下 不做他今天分类该做的事情 我指的是偶尔 那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做父母的就稍微有一点体恤吧 我常常称这叫做额外的恩典 就是他真的今天很累了 我就会说 今天你真的很累了 没关系 今天你洗 你可以不用洗 爸爸洗或者妈妈洗 我只是偶尔 他不能永远用这种方式 就拖延不做事 那时候我们就贴他的标签 说你就是推卸责任 那时候是无伤打压的 但是如果儿女常常是遵守规则的 负担任意承担责任的 那偶尔一次我们就让他偷懒一下好了 不要就因为几次我们就贴他标签说你就是不负责任的 你就是懒惰的你就是不想做这个事情的 以致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就会很紧张 当你要说出他很懒惰 不勤劳 不负责任的时候 先想想看他的表现 比如说他在学校参加乐团 他真是他吹奏的小喇叭 他吹奏的saxophone 都是吹得很好 因为他琴练 所以他表现得很好 这个并不表示他是懒惰的人 因为他很殷勤 或者他在学校参加一个社团 他很认真的在社团里面负责他该做的事情 表现得也不错 他就是常常就说 我负责一个什么 我今天要去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父母不要说你只是管社团 你只管学校的事 家里事你都不管 千万不要用这种语气去贴他的标签 因为他在这些事上 显出他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孩子 只是家嘛 家有时候可以耍赖一下 有时候偷懒一下 我再次强调 不是always准许这样子的 偶尔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点小小的favor 或者小小的小小的一点恩典吧 好了 今天因为你学校太忙了 你该做的事没有关系 妈妈来做 或者是谁给你换 妹妹给你换 谁给你换 那下次他需要的时候 你要跟他换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纾困 帮助他纾困 所以不要因为他几次偷懒 或什么一些的行为 我们就马上给他贴标签 说你就是不勤劳的 你就是不认真的 你就是不负责任的 这个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给我们孩子 在他的性格或者他的生活表现 或者他的行为上面 随便给他贴一个标签 我以前听一个教育家 他说你是怎么样批评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就是成为那样子的人 你是怎么赞美他 他就是成为你所赞美那样的人 你是怎么样信任你的孩子 他就是值得一个 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给我们孩子 在他的生命中贴标签 要贴就是贴好的 贴他是负责任的 贴他是有盼望的 他是努力的 他是勤奋的标签 而不是贴负面的标签 为着一点点他的少许的偷懒 没有做到的 我们就认定他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记得我自己青少年的时候 我最讨厌我的爸爸妈妈误会我 就给我贴标签 我说我跟我的哥哥吵架什么 我的哥哥直接欺负我 我就很生气 我就会哭 我就会骂 我也会大声的骂回去 我的妈妈就会责备我说 我认识的小妹是很温柔的 怎么现在脾气也变得那么坏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然后大哥就说 那个电视看太多了 或者是广播剧听太多了 学会那个剧中人 怎么发脾气怎么骂人 就这样给我贴标签 我就更加的愤怒 我就觉得你们都不了解我 所以当我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 我不随便给我的孩子贴标签 我也在努力学习 当然我有犯错的时候 但是我尽量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青少年的时候 是被我的父母 或者我的哥哥姐姐 任意的贴标签 那我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 我要非常地小心 信任我的孩子 夸奖他们是负责任的 知道他们是勤劳的 当他们有一些 偶尔有一些透懒的时候 我会体恤他们说 没有关系 今天我来做好了 或者是用交换的模式 让他仍然可以负到他的责任 最后我要提到的一个地雷 就是我们常在不经意的当中 把我们的孩子跟其他人做比较 这是孩子最生气 也会觉得自卑的地方 我们很习惯性做比较 可能你成长的背景当中 你的父母亲也常常拿你做比较 说像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说 你怎么不像你的大哥 你的大哥这么安静 你怎么这么刮躁 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或者是拿我的三哥来比较 我三个哥哥 那我三哥比较调皮 那我的父母亲就会 就会说指责我的三哥 就是说你怎么这么调皮 你怎么这么笨 书都读不好 你不像你大哥这么会读书 那不会读书也好 那像你二哥 还有一点才干 二哥的音乐很好 父母有时候不经意随便比较一下 但是三哥听了 里面就有很大的伤害 就我三哥后来自己成年人成家的时候 他有时候也会提到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父母对他的一些的评价 或者是一些比较 到后来他跟父母才恢复关系 他才得医治 所以你不要以为小孩子 你随便把他跟人家比较一下 哎呀他是我的孩子啊 我怎么可能不爱他 我随便批评他一下比较一下 是鼓励他要向上鼓励他好啊 可是你没有想到 当你把你的孩子跟别人比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轻看你的孩子 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 跟他的同学比 或把左邻右舍的表现拿来比 或者甚至跟同胞手足来比 这个都是伤孩子的 因为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色 上帝给我们每个孩子 每个孩子有不同的好处 优点才干 那我们要夸奖他们 这些优点才惯 而不是把他没有的去跟其他的来比 那越比较呢 就会伤了他的锐气 我记得在圣经 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说 要照着圣经的教训教养 我们的孩子 不要惹儿女的气 我以前不太懂 什么叫做不惹儿女的气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拿你的孩子 一天到晚来比 好像拿一个放大镜 拿一把尺 在那边比来比去的时候 你就是在伤了孩子的锐气 伤了他们的志气 好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敬到我们爱的小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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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地雷 在我今天进录音间 要制作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我一个朋友 一个年轻的妈妈的朋友 她在脸书上 来泼了一些她现在的心情 那她这个孩子 她的baby 大概才两个多月吧 三个月左右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一觉到天亮 她觉得这是一个最辛苦的时间 因为孩子没有办法 半夜都要起来喂奶 那她今天泼的一个 她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今天她夜里 她从九点多十点钟 一直睡 睡到四点钟都没有醒 然后她觉得 她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 没有被小孩要吃奶的声音哭醒 所以她有点不安 她就爬起来 看着孩子还是睡得很香 可是她觉得 怎么这么长久时间 没有醒来喝奶 会不会饿到 所以她就把她抱起来 硬给她喂奶 因为她是轻胃的 她要喂母奶 硬要喂她 可是这个孩子 吸两下又继续睡了 然后她又 她又把她放回床上 然后睡到天亮 她的先生要上班 闹钟响了 然后才发现 她的baby还继续睡 睡得很香 她突然就觉得 哎呀好棒 这个夜里可以一觉到天亮 可是她又做了一个行为 就是半夜四点起来喂她 硬要把她叫醒喂她 但是孩子并没有要吸 那后来我就在 脸书上给她有些回应 我说如果她没有醒 生理时钟就告诉她 她还很饱 她是需要睡觉的 妈妈你不要因为 怕她会饿到 硬把她挖起来 叫她睡 叫她吃 其实上帝创造人 那个生理时钟是非常奇妙的 那她现在既然 她的生理已经成熟到 可以夜里那么长不起来喂奶 何乐而不为 好好享受 你可以睡一觉到天亮 为什么那么担心 把孩子硬要挖起来 四点钟喂她一下奶 结果她也没有吃多少 那我讲这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舍不得放手 我们觉得她很小 她需要我们一直叮咛她 她需要我们一直 反复反复的跟她教训她 反复的告诉她 或者是冲到她的房间去 帮她做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对她有一些责备 贴一些标签 为了是她能够更好 为了让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你一直这样做 你不但是把你的孩子推理你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时候 孩子久久她就不想跟你讲话了 因为每次她跟你说什么话 她做了什么事 你都一直批评她 贴标签 或者甚至不听 只一昧的 你自己一直讲一直讲 不听你的孩子的心声 或者是取笑她 在她认为你是看不起她等等 所以你的孩子永远不会长大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baby 她明明要睡觉 妈妈硬要把她挖起来喂奶 那妈妈也很矛盾 因为她希望她一觉到天亮 可是当孩子没有醒的时候 妈妈又觉得她会不会饿到 我想这是一个妈妈成长的过程 同样的青少年父母 你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有的时候就学会放手 你越信任他们 他们就越值得信任 不要让他们比较 要比较也跟自己比较 我记得有个教育家 曾经说过一个成功的 他自己的一个名言 我觉得蛮好的 这也是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 他说不要拿自己或别人 去跟别人比 要自己跟自己比 也就是说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 比起来我有进步 那就是成功 成功很简单 成功不难 这个教育家这样子说的 所以当我听了他的演讲的时候 他那天讲了很多 我都不记得 但是这句话就抓到我的心 我觉得对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孩子 跟别人比 永远不成功 那甚至我们自己 拿我们自己跟别人比 我们永远挫折 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 跟孩子自己比 他今天有稍微比昨天进步 我们就赶快夸奖他 去肯定他 包括我自己这个做母亲的 或者做父亲的 我今天教育孩子上面 有成功了一步了 那我就是成功了 千万不要挫折 很多父母亲 看了很多有关教育 子女的书 但是孩子在失败中 为什么 因为一直在比较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盼望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几个地雷 我们彼此警惕 我们彼此学习 让家里充满了爱 充满了和平 充满了接纳跟信任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